你绝对猜不到这部电影的结局 上一秒还笃定了真相 下一秒就被立即推翻 阿强是一家科技公司老板 和大多数成功男士一样 家里红旗不到 外面彩旗飘飘 隔三差五就跟小三阿珍约会 时间一场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 于是趁机勒索十万欧元 约他们来到偏远酒店 二人等了半天也没消息 阿强反应过来可能是个圈套 正准备带着阿珍离开时 却被人从背后偷袭 醒来后发现阿珍已经死了 外面的警察破门而入 他们发现门是反锁的 窗户和通风口都被封死了 阿强就这样被认为是杀人犯 为了洗脱罪名 阿强请来金牌律师金姐 金姐提前三个小时来到酒店 她告诉阿强 法院找到一个证人 如果阿强的证词被推翻 那么意味着她下半辈子 可能都要在监狱里度过 金姐按下计时器 她只给阿强三个小时 让她说出案件所有的细节 阿强迟疑了一下 望着妻儿的照片陷入了回忆 三个月前 阿强跟阿珍一番温存后 为了赶时间回去 她选择了一条小路 在路上却和阿珍发生了争执 表示想结束这种关系回归家庭 但阿珍却想维持现状 争吵间撞翻了对面来车 小珍赶紧下车查看情况 车上的小白已经没气了 阿强见状想要报警 却被阿珍拦了下来 如果现在报警的话 那两人的婚外情也瞒不住了 商讨后发现四周没人 于是回到车上想要逃逸 但车子怎么也打不着火了 这时远处又来了辆车 阿珍立马想出对策 她拿出纸和笔 假装两人发生交通事故准备私聊 这时路过的司机停下来 询问他们需要不要帮忙 恰巧小白的手机突然响起 阿珍回到车里挂断电话 并假装是保险公司的来电 然后随手把手机装进了兜里 司机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然后去车离开了 这下有了目击者 两人只能另想他法了 商量过后 他们决定连人带车一起处理了 男人为了不暴露婚外情 撞了人后竟然还要毁尸灭迹 两人把小白塞进了后备箱 接着阿强开着小白的车来到湖边 连人带车给一起推进了湖里 而阿珍则留在车上等待救援 很快路过的大叔发现了他 阿珍表示刚才不小心撞到了一头路 车子出现了点状况 大叔表示可以把车拖回家维修 就这样阿珍来到大叔家 夫妻二人亲切地接待了这位客人 但令阿珍望望没想到的是 之前撞死的小白居然是大叔的儿子 一瞬间从心底冒出一股寒意 找了个理由就准备跑路 但更要命的事发生了 大审见联系不上小白 又拨通了小白的电话 而小白的手机正好被阿珍拿着 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 他急忙把手机塞到沙发上 二人一时间也摸不着头脑 阿珍借口赶时间 上车调整座以后就离开了 大叔看出了阿珍的不对劲 于是默默记下了车牌号 二人会合后商量了对策 阿强决定把车子处理掉 然后又向警局报备车辆事情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 可是警察还是找到了阿强 原来夫妻二人联系不上小白 最后找到警察寻求帮助 警方迅速找到事故现场 大叔又在事故现场遇见阿珍 他感觉小白的死没这么简单 于是就把线索提供给了警察 警察通过车牌号找到了阿强 而阿强这边因为公司即将上市 于是让下属帮自己弄了份不在场证明 就在阿强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 突然看到电视新闻 小白挪用公款畏罪前逃 原来阿珍在处理现场时 顺手拿走了小白的证件 伪造了小白挪用公款的现象 也是这时他又收到了一信件 里面装着一张很像抛尸地的照片 于是两人就按约定来到了酒店 接着就发生开头那幕 听完阿强的描述 金发姐表示如果阿强所说是真的 那么近来打晕阿强杀死阿珍的 就必定是小白的父亲了 因为他有作案动机 但是金发姐觉得阿强的说辞漏洞百出 于是重新梳理了一个新的故事 金发姐拿出一张报纸 正是阿强被捕当天的新闻 在照片上阿强发现了大婶的身影 原来大婶就是酒店的员工 金发姐封满出更多的细节 大叔事先埋伏在房间里 利用短信吸引两人注意 最后从背后偷袭阿强 然后杀了小三 再用大婶提供的钥匙开窗逃走 接着等警察不注意时 又把窗户锁死 这样就伪造出了密室杀人案了 看着阿珍被杀的线索理清后 阿强渐渐放下了防备 不过金发姐又提出 虽然洗脱了杀害阿珍的嫌疑 但是车祸案还没有解决 阿强想要全身而退 就得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阿珍身上 只要把阿珍的贴身物件 放到抛尸的车里 那么阿强顶多只有一项包庇罪 于是阿强说出了抛尸的地点 可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金发姐勃然大怒 你绝对无法想象 帮男人逃脱杀人罪名的律师 竟然是被害人的母亲 阿强看着金发姐 为自己编造的证据 露出了圣券在握的笑容 于是告诉金发姐一个秘密 原品 金发姐一脸难以置信 对着阿强破口大骂 一番争吵后 金发姐推断出了真相 原来两个案件的凶手都是阿强 不让小三报警的是他 选择抛尸的是他 伪造小白挪用公款的是他 在酒店杀掉小三的也是他 原来阿珍在车祸案之后 因为心理压力患上焦虑症 每天都遭受良心上的谴责 为了补偿小白父母 于是阿珍假装神秘人勒索阿强 将阿强骗到酒店后 劝他一起去自首 阿强知道后很生气 残忍地将阿珍杀害 可事发突然 房间里的动静惊动了客人 于是把现场制造成密室谋杀 接着就朝镜子狠狠撞去 推断出所有真相后 金发姐向阿强保证 一定会帮他洗脱罪名 接着说要出去透透气 阿强打了个电话给下属 表示自己很满意他找来的律师 随后一阵电波干扰声 他打开漏水的钢笔一看 里面竟然被装了窃听器 他赶紧翻看律师资料 发现居然都是白纸 阿强看向对面房间 金发姐望着他 慢慢撕下脸上的人皮面具 原来金发姐就是小白的母亲 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圈套 而刚刚所有的谈话 都被大叔给录了下来 此时三个小时的济世气归零 门口传来敲门声 真正的律师这才出现 影片看不见的客人到此为止 这部电影在豆瓣上评分9.2 是一部极其硬核的烧脑神作 全篇40多次反转 不看到最后你根本不知道结局怎样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多多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